国内半导体产业又有消息 市场传出IC设计龙头联发科 上周向台积电取消了6到8月 多达2万片的28奈米制程订单 引发市场关注 尽管联发科并未回应这项消息 不过从近期联发科毛利率营收状况来看 手机试况恐怕已经出现变化 我们ICT还是台湾最重要的产业这件事 希望人才跟资金能继续进来 联发科董事长猜明界喊话重视产业发展 不过今年事况出现变化 市场传出联发科大砍台积电 6月至8月间总计2万片28奈米订单 占比整机投入需求的三成 法人担忧台积电对第三季后视看法转向保守 联发科部分主要应该是在整个中国市场 当然目前没有听到有什么 不叫旗舰型的一个产品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单子会比较少 我觉得是理所当然 联发科2017年第一季营收560.8亿元 即减18.3% 毛利率34% 预估第二季出货即增15% 营收增加一成 不复过往高度成长力道 此外28奈米属于成熟制成 市场也不排除 是联发科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转向二线代工厂进行下单 在28奈米成熟制成的部分 那么因为随着在二线的厂商产能陆续的开出 再加上二线厂商的良率的一个提升 所以联发科为了在缩减制造成本的一个考量之下 那么有件部分28奈米的订单转到其他的代工厂商 尽管联发科发言体系表示 看单说法没听说 也不评论代工厂事宜 不过一旦属实 不仅影响台积电第二季订单成长力道 也代表产业市况压力沉重 来自于高通 不管是在中高阶的 晶片订单都采取一个价格战 那么也都给予联发科 带来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压力 联发科内部订定转型目标 包括今年加速布局车用电子与物联网相关产品 联发科将在4月28号举行法术会 公布第一季财报与第二季营运展望 预料将成为外界焦点 新台记事审美同台湾台北报道